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款就足以了 对 接下来看看我的 你看哦 因为我的皮肤就是混合性的肌肤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种美白的素颜妆前乳 就是它有很多的加号 一个是能帮我防晒 第二个是能帮我晕这个 我的肤色 谢谢 没关系 拿走一个就能难到我吗 我还有第二个 这个也是一个脸部的 除了脸部的一个防晒之外呢 身体也需要 还有外露的这个脚其实也需要 那还有臣部其实都是我们的防晒 很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所以老师我们刚才都选对了 对不对 没错 都选对了 哇 好厉害啊 选对了的话肌肤就能像我刚才那样很美 但如果选错了的话 我跟你讲 真的完全没有回头路 你不帅的 我真的第一次见面 我有点不礼貌 但是我特别想说 你皮肤怎么被你毁成这样啊 有吗 你还不觉得 因为我是敏感性肌肤 然后呢 就比较容易红 然后像那个 你看你身上也都红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身上好像有 我夏天一晒太阳就会这样 所以我很想问她说 你到底有没有做防晒 有啊 我现在用的是那个 我去年没用完的那种 去年 去年 没用完 今年还在用去年的 没有 还有一点马上的用完了 这个可以 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你 这个 你这一瓶防晒 已经是白使用了 老师 那不对啊 因为我记得防晒霜 大家看那个保质期 通常都是两到三年 那为什么今年买的 明年就不能用了 只要我们任何的这个保养品呢 你只要一开封之后呢 会希望你尽速地用完 尤其是防晒 如果说你打开之后 一年没有使用完的话呢 通常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 几乎也会被破坏 我们在产品的一个外观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个标示的话呢 其实它就告诉我们 开瓶之后呢 12个月以内 一定要使用完毕 可是老师 我只要把它摇匀 它没有那个 什么水油分泌的 对 没错 其实呢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防晒的一个误区 尤其是你在去年的 用到今年的话呢 代表你使用的量 完全已经不足够了 不是 我觉得好像 一瓶很难用完 你也很难用完吗 我是很难用完的 然后我 但我都不会继续再用 脸部使用的这个防晒的话 你会用多小 大概会使用多少的量 脸部啊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敏感 我们可以大家把它这个使用 对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敏感 所以我觉得尽量 要小兔一点 大概这么多 而且我的脸比较小嘛 大家会用 特别是娜娜的一个使用量 对 我大概会用这么多 那我们来看晓风的使用量 OK 好 然后再来看我们这位 我的比较水 你的这个都很水了 你看看今年的和去年的 它就是这样的 那我来说明一下 我们防晒呢 如果说你要达到一个 足量的防晒效果的话呢 使用量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娜娜的这个 明显不足 我脸小了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以我们东方人的一个 平均脸部的大小来讲的话呢 每次挤出来的一个量呢 至少要达到两公分 尤其是包状的 所以这样子看来呢 大概只有一公分都不到 那如果说是比较水状一点的话 或者是乳液状的话呢 它的一个大小呢 至少呢大概要等于 大概一块钱的硬币的大小 对 所以呢这个已经接近了 还小 对 还少了一点点 哇 我以为我用的挺多的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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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